我们跟美国大家都说很像 但是很大的不同的一点 就是医疗这边都是免费的 我们都应该平等地享用医疗政府 其实大家想到 就是你享受的这个民主自由人权 其实是很珍贵的 但是很珍贵的 它也是很昂贵的 那么没有家庭医生 通常是什么样的人没有 而且没有是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谈一下我觉得这个其中的官僚制度 跟官僚体系的那种迂腐 我觉得还是可以 需要大家被检讨一下 移民生活娓娓道来 今天Lanny和Debbie过来做客 我们谈一谈医疗方面的经历 我自己也有很多经历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加拿大我们跟美国 大家都说很像 但是很大的不同的一点 就是医疗这边都是免费的 其实我本人学哲学 我自己理解这免费背后的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里面 我们不妨先谈一谈 为什么加拿大的医疗是免费的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其实我们加拿大规定 医疗是我们人的一项基本权利 所以什么叫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我们人无论是富有还是贫穷 无论是什么样的肤色 无论是什么职业 我们都应该平等的享用医疗服务 我们可能听到别的国家 发生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 比如说可能大家由于承担不起医疗的费用 而变成了终生残疾 或者有的人造成了一种因病治贫 因病反贫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很悲伤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在我们加拿大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个制度 所以保证了大家都平等 而且是不用担心自己的承受能力 享用同样的医疗服务 这是很先进的一个理念 可以这么说 虽然我们在加拿大 你看医疗质量并不仅最好 但是我们活得很有品格 就是大家活得都相对平等 我自己本人就是 在街上我看到一个乞丐 或者在原来在园居地的时候 其实是会影响我个人生活的一个幸福指数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么觉得 就特别我们在医院里面 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你有钱或者没钱 就成为了给不给你治 和什么时候给你治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 其实因为加拿大一直提倡民主自由人权 其实大家想到 就是你享受的这个民主自由人权 其实是很珍贵的 但是很珍贵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 它也是很昂贵的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免费医疗制度 它绝对是最好的 但是所以最好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享受 它的这个整个成本是非常非常贵的 然后提到那个加拿大免费医疗制度 其实我有看过一些文献 就是在之前就是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医疗体系 比如说你到底是要把医疗视为是社会福利 还是社会保险其实就不一样 所以最早的英国 因为英国其实比我们更早就有所谓的这个免费医疗 所以英国其实就采了社会福利的这个概念 那其实德国就采了社会保险的这个概念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所以德国它也是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政府 我其实是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想纳医疗相关的这个保险 医疗相关的服务 但是它觉得国家做的是一个统一保险的一个领导者跟管理者 它还是开放了就是所有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体系 其实是透过公私营都有一起来运作的 那政府其实比较管理者的这个角色 但是英国也就是后来我们采纳这个模式 其实就是比较说政府是全部就用来做一个 所谓的这个免费医疗的这个推行者 制定者到后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管理的那个模式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 当然我们在谈这个免费医疗制度之下 很多人都说到底哪一种是最好的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没有最好的 但是都会有一些缺陷 但是大家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这个缺陷 你比如说加拿大的医疗虽然免费 但是我们不包括了处方药 很多国家可能包括处方药 那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我们的公共医疗体系大概有四五十年的一个说长 也不是很长的一个经历是吧 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说也是比较年轻的 但是又没有很多的一些改动 所以在这么一个框架下 其实医疗还是特别是对我们移民来说 有很多挑战 因为跟我们原居地的想法不一样 对不光是理念不一样 而且我们的医疗这个系统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抱怨说在加拿大看病非常难 所以在国内看病比较容易 但是其实实话实说 如果你要是有钱人 有权人 或者有关系的人 我可以说的确在你的原居地看病可能容易一些 但是我们加拿大的医疗系统 是不是为有钱 或者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你看我经常听的移民朋友说 做这种对比 说我回去以后当天就把牙换了 或者当天就怎么怎么样 其实但是我同样在看国内新闻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早晨五点半要去协和医院排队 或者有些人排了一个星期的队 就是这种痛苦都是非常 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这个处决于你在社会当中的层 对 因为我们医疗系统还是那样的话 因为我们医疗系统要研究医疗系统 并不是看个案 是要看整体是不是医疗系统对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相对公平 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像有些患者可能觉得自己生了病这是天大的事情 但是他不考虑 因为还有很多患者可能比他的更严重这个情况 所以这是我们研究医疗系统最先考虑的问题 对 就是这种同理心还有博爱心的 我觉得平等还是蛮重要 就是在这里你真的会觉得等就是一个很令人难受跟生气的事 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想反正今天是天皇老子坐在这里也是要等 你可能心里就觉得比较舒服 因为如果你会看到兵力有权有势的人就插队 我想那种感觉可能会更不舒服 所以他其实是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跟眼光换个角度思维 对其实这是大家一个误区了 大家觉得加拿大医疗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等 其实关于等到底该等多长时间等多长多短时间 这是有严格的一套医学依据的 有严格的医学证据来可循的 所以包括急诊室包括手术甚至社区护理等等 都是有一套严格的系统的 你像我们急诊室用的比较多的叫C-Test Canadian Triage Accuity Score 这是全加拿大所有的医院的急诊室都统一执行了这个标准 所以等多长时间并不是任意的 并不是我说了算或者医生说了算 是有一套这个标准的 保证的是最紧急的病人是肯定不需要等待 或者等待比较多 大部分病人没有说因为等来误诊 或者延误了这个诊断 也有这样的情况 实话说也有 但是是极少数的 是极少数的 那还好 那家庭医生这个概念 你看这边很不同的 就是跟国内有家庭医生 我刚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家庭医生可能就为我一个家庭服务 那得多少家庭医生的资源 但实际上一个家庭医生 他是对你这个家庭要负责 但是他还同时还有很多的客人 是吧 但是加拿大也有很多人没有家庭医生 可能13年的统计是15%的人 加拿大人大概460多万 是没有家庭医生的 那么没有家庭医生 通常是什么样的人没有 而且没有是有什么样的损失呢 戴比你有家庭医生吗 我有家庭医生 我记得还蛮幸运 因为等于是11年前来的时候 那时候虽然已经稍微有点紧张 但那时候的家庭医生 并没有那么紧张 家庭医生真的很紧张 大概就是在过去这5到8年的时间 因为移民的人口数量也很明显 特别而且特别是华裔的移民 在这段时间来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两个思维 一个就是家庭医生 整体来说的确都还蛮紧张的 但是华裔社区 如果你硬要找到会讲华语的医生 其实他的需求度又更难了 所以像因为我自己的妹妹 是过去两年才来移民的 她就在面对找家庭医生的时候 她就发现她找了一轮 其实是找不到的 但是她 因为我妹妹的家庭医生 她们英文都很好 所以她后来就算了 没关系就找一个白人医生好了 其实她很快她就发现 她其实是白人医生 其实就很容易找到 所以如果你硬要在家庭医生找一个 跟你说同样语言的 我觉得难度的确是高很多 而且我觉得像我自己的家庭医生 经过这十年的变化 我有个体认就是 不只是找不找得到的问题 而是就算我的家庭医生 跟我很久之后 我都明显会觉得 她的服务品质 是因为在人多的需求下面 她其实有降低的 所以她变得看我整的时间 第一是我等的时间就很久 我现在要约家庭医生 我今天打电话 三天之内基本上是约不到的 基本上都要约到三天之后 再来你跟她约十点 你可能就一定要等到十一点 十一点半左右你可能才会看到 然后她跟你问诊的时间就短很多 对但是我只能说 其实这都是因为不得已 你可以走进那个诊疗室 你就发现人就是满满的 所以这其实是人数膨胀的时候 但是你的医生的人口 其实是没有对等增加的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层问题 我自己用过这个国内 就是讲国语的家庭医生 也用过现在是讲英文的 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方式 方式非常不一样 现在这个白人家庭医生 基本上就是有什么事情 让我自己会去处理 就是哪怕是小孩咳嗽了 或者肚子疼了 或者怎么样 他就觉得时间可能是 他虽然没说这个话 但感觉就是时间是最好的治愈 你回家等着吧 这个问题像我们家庭医生 省政府给医生支付的工资 有两种模式 一个我们叫fee for service 就是你医生看的患者越多 然后给的钱就越多 另一种就是celary 就是你不管看多少病人 大概钱都差不多 而我们家庭医生 基本上用的是第一个模式 fee for service 所以当然他就是看的医生 看的患者的数量越多 看的时间越短 他相对来说得到的报酬会越多 所以会造成有一些家庭医生 可能给你约一个小时 但只看你半个小时 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但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BC College of Surgeons and Physicians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找寻自己的家庭医生 这个网站甚至可以帮助我们 找这个医生 是不是能说中文 是不是还接受新的病人 他们的地址在哪 等等 可以帮助大家 我们这边讲中文的医生 是不是这个比例远远不符合我们实际上中文人口的比例 那是肯定的 因为学医比本来就比较难 而且很多华人朋友们让自己的孩子学医是为了挣钱 所以他们医学院出来之后去了美国 那是挣更多的钱了 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其实刚才Debbie说的很重要 就是这个医生不光是要不要讲你的语言 关键是他的态度 他的workload 他的工作量 他有多少的注意力可以分给你 我觉得这都很重要 像我本人我觉得让我等两个小时 实在是这个成本太高 我工作了很多事情 这个而且对病人的心理 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个好事情 是吧 你整天待在诊所里面 那么多的人和细菌在那边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未必是件很好的事情 而且当我接触不同的医生 因为我其实一来的时候是一个洋人医生 然后后来才换成华人的家庭医生 我就觉得洋人医生跟华人医生 就算他们在面对病患 跟他对于整个医疗概念也不见得完全一致 虽然华人医生他也是在这里受教育 但有可能是因为他接触的这个病患 他总是希望能够很match病患的需要 但是洋人的医生他就比较很明显 就是比较像刚刚我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他会觉得这些 你其实不用来看我的那种意思 你知道吗 你其实不用大惊小怪的那个意思 然后你要跟他要求一个做什么检查 他其实评估之后 他会跟你说你根本不需要去照X光 或者是你根本不需要做CD scan 但是华人跟华人至少我的家庭医生的那个诊疗 是因为有三四个都是华人医生 我看过不同医生我就有个感觉就是 他们其实比较能够顺应病人的需求 就是你跟他要求 当然第一次他会跟你说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强烈跟他要求 他就会跟你说 好了好我就帮你开单就去做了 那我不知道这个每个医生的判断是怎么样 但是我只是反映出来一个现实 这也许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 就是说这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无形的医疗资源被浪费 而这个浪费可能是因为每个人 他对于这个实际的数据跟诊疗的那个判断度 其实是有误差的 对 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华人 因为他其实会要求很多 他总觉得我一定要吃个药啦 你怎么可以叫我自己回去吃Tylenol呢 我一定要吃一个抗生素啦 对不对 我红楼很不舒服你就赶快给我开一个马上可以让我讲话的啊 所以这其实是有一点差别的 也能看出来病患的一个观念的不同 其实我们很多移民过来觉得对医疗系统有点水土不服 不能只说是这边医疗系统不一样 其实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从园居地带来的很多的观念 比如特别是在女性生产的时候产检方面 你知道中国现在非常重视这一块 所以医生啦 包括家庭啦 大家都在强调这个产检 可能每个月都要做B超啦 每个月都要化验这个血和血压 各方面的一些化验 但是这边呢就有规定 甚至说你不能做超过两次的这个B超 所以这些观念方面 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在适应的过程 也在慢慢的转变 我觉得二位问了非常好的问题 首先第一 这个抗生素并不是对所有病都管用的 像对于病毒引起的这个疾病 抗生素就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就没有必要给抗生素 但是另外一个非常更重要的问题了 就是抗生素的滥用是在全世界非常严重的问题 抗生素的滥用会使这个细菌产生 所谓的这种抗药性 可能我们之前朋友们听说过这种 所谓的超级细菌感染 就是因为抗生素的滥用 使这个细菌产生了多重的抗药性造成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继续浪用看风素 可能到有一天 我们的这些药品就完全不能治愈我们的这些细菌了 到那个时候对人类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灭领之灾 好像化肥一样 就是你用多了以后 其实不是好的 对 没错 所以有些朋友说我发高烧去了医院急诊室 急诊室医生跟我说就要回家喝水去 也不给我开抗生素 这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你像我觉得中国大陆这种抗生素的滥用就非常严重 一些简单的疾病 可能打个抗生素第二天就好了 但是从长久来看 对于患者的健康 对于甚至整个人类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中国大陆抗生素是医主的药方吗 好像是医主药方 但是政府对因为患者实在太多了 实在是希望这些患者赶紧好 对 对很容易就拿到 对 也所以也很滥用 对 我们这里丑方要因为要钱吗 我觉得其实它也会改变人的用药习惯 所以大家其实来这里之后 有很多的这个用药的想法 还有你对于医疗诊疗的这个想法 其实你应该自己要先做调整 因为如果一直不做调整的话 其实你无形当中 你只是增加这整个社会医疗成本的这个负担而已 那我特别要讲一下说 刚刚讲到那个产检很有意思 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台湾跟在这里 我都做过产检 那在这里我就 就像刚刚这个魏特别讲了 其实大部分医生 除非你的特殊情况 不然他就是帮我们产妇做两次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 大概是比较早一次 就是四五个月的时候 到后来晚一点的时候 我再做一次长运波期就可以了 但是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的孕妇朋友们 他们就很不心安你知道吗 他就希望多做几次这样子 当然3D现在你是 因为是可以自费去做的 那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很不心安 像我有一个朋友 其实是跟我同时怀孕的 然后我就照正常流程 就是去做这样一次两次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 他还跟我说 Debbie你怎么可以只做两次呢 你不怕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说医生只有叫我做两次就可以了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 他说我的家庭医生我就强力跟他说 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我觉得我的孩子在我的肚子怎样怎样 就可以你跟他讲 他就一定会再帮你多做一次 其实你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就是你等于是有点死产烂打医生 你怎么给他编一个理由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很需要 他当然因为毕竟是病患强烈的需求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大家的观念 应该要改变一下 我有的时候跟我太太开玩笑 我说我们的家庭医生 如果我过去化妆是她的话 我也可以10个月没有人可以认出 我不是医生了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医疗的这个 他给的一些建议都是common sense 都是我们的非常对 所以其实真的小病 越来越不用去看医生了 而且我现在刚刚回应到 我说我现在连打家庭医生的电话 我约整到三天之后 我想三天之后我的感冒 也应该好的差不多了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孩子 或是家人有什么样疾病 但是其实你不用过度心慌 我想你自己也会慢慢 有一些累积的那个经验 你会知道就是你看那个病情怎么样 你其实稍微做不下判断 因为花在诊疗室 或者是花在急诊室的时间 我觉得有时候那是一个漫长的煎熬 而且特别对孩子 我自己有孩子 我去过急诊室我知道 我觉得那个体验 其实如果一个好好的人在那里 搞不好你都觉得身体很不舒服了 对 谈到急诊 这个跟国内的这个概念 和运行上也很不一样 这边的急诊 那我孩子前两天也刚刚去的急诊 结果去了以后在那等了四五个小时吧 回来以后 医生也说 你就喝点苹果汁就好了 他是胃里面有那个细菌 其实我现在想想不去也一样 不去回家也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心理 家庭家长的这种心理啊 有的时候觉得你去 你不去如果怕后悔嘛 所以但是又我们又不习惯 就是去了以后说 这是明明是急诊 你让我们等四个小时 我当时自己手上搁了一下 在多伦多 我从晚上十点半等到早晨七点半 那刚好是个周五晚上 所以大家都是枪伤 都是那种事情 所以护士跟我说 你这个二十四小时 止住血了二十四小时之内 都不会死掉 所以没有问题 让我继续等 所以这个你看Lanny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这个还是我觉得跟观念 也非常相关 因为急诊室在我们西方 这个医疗系统的观念 就是治疗最紧急的病人 才进急诊室的 你像这个有些听 观众朋友们可能觉得 我们只要叫救护车去进急诊室 就一定不用等待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像我刚才说到过 这个急诊室的等待啊 是完全有一套标准的 我们用的这个C test这个标准 所以你即使是 就是不紧急的这个病情 即使是你叫了救护车 一样到急诊室需要等的 所以这是有一套标准的 你像我们经常这个 有些紧急的病人 像我们说的这个trauma的病人 就是创伤的病人 就像这个车祸 车祸的病人 像这种危险的工作的这种 发生事故的现场这些患者 这些患者是绝对不会等的 都是一般是由直升飞机 从事故现场运到医院 而这个抢救从直升飞机上 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这个急诊室的这个系统 不是谁先到 谁先serve 谁先服务这种系统 是按照急程度 对 因为我知道可能大家有一个小 即使是小病 都觉得这个天大 就是病来如山倒 但是我们这个医疗系统 是最为所有人服务的 当然是他们紧张的人 是应该优先的使用医疗服务 病人的心是很脆弱的 是啊 其实从我们数据都可以看得出来 哪天比如你觉得时间等的长了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别人等的时间短是疑问 他们比你更紧张 比你更紧急 这是都有强烈的数据来支持的 不过我想从急诊室 我个人的经验谈一下 我觉得其中的官僚制度 跟官僚体系的那种迂腐 我觉得还是可以 需要大家被检讨一下的 比如说我自己 前两天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对夫妻 然后他们送到急诊室去 因为那个先生非常的不舒服 以至于他自己开车到了急诊室的门口之后 没想到急诊室的护士跟他说 因为他先生已经痛到没有办法下车了 那这个富人年纪也大 他也没有扶他 没有办法扶他先生下车 护士的回应跟他说 麻烦你call911 你去call911 然后他们就会帮你 这实际上是加拿大医疗的一个双刃剑 就是他既很严格的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和守则 但是又没有这个一个一定的灵活性在里面 对 我觉得灵活性可以再调整一点 特别是对于我们 因为跟工会的交道比较多 工会的有些规章制度 比如要求这个护士到底是做什么样的职责 这是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原因了 是也有道理了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希望这个医疗制度也好 医疗政策也好 工会的这些制度也好 更灵活一些 的确我们碰到过这种问题 对 像我上次去带我女儿去急诊室的时候 不要说等了 等大家都有经验 我是下午4点钟进去了 8点多的时候 就第一次有人来跟我讲话 然后再进10点钟进那个诊疗室 但是我中间发现一个 我刚刚提的官僚制度的问题 就是8点钟有一个人 他就会go through一次 你的病例是做什么 就是你发生 你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10点钟的时候又一个护士 他又再go through同样的问题 到了11点多 医生终于来了 医生 可是同样的问题 他还是要再问一次 你就想说 这个交接到底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当换人之后 那你前面其实问我的 我都会觉得 我感觉好像被耍了一段的感觉 你的资源本来就稀缺 结果你又这么重复的用它 是吧 那在医院里面 我每次都会感觉 对patient这个词 每次都让我非常有感慨 因为我看到到处都是patient 但是我知道patient这个词 在有双重意思 还有意思要有耐心 你确实做病人要有耐心 对 这也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的确 不管是急诊室的医生 还是专科医生 还是家庭医生 其实我们加拿大的人均医生的拥有数量 比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比如德国和法国要少很多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很复杂的原因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 首先加拿大旁边有个美国 很多我们系统是相通的 所以很多医生更愿意去美国 因为美国的私立医院 私立的系统能挣更多的钱 很多 所以我们医生流失的情况 其实也的确比较严重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专科医生 因为专科医生比起全科医生 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医生 可能要多5到10年的教育时间 也就是说他们少挣5到10年的钱 或者晚挣5到10年的钱 所以当然很多人都想挣快钱 所以出来之后就做家庭医生的比较多一些 造成了专科医生等待时间非常少 所以你像我们儿童医院 举个例子像我们儿童医院 儿童脊柱科 这个科室 像我们全卑视省能够做儿童脊柱手术的医生 只有三名 全在我们儿童医院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排队的人 排队的人非常多 全省只有这三名医生 所以等待时间也会非常长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当专科医生收到家庭医生的referral 就是我们所说的转介的时候 他也会有一套prioritization 就是优先化的程序的 保证 还是那句话 保证紧急的病人是不需要等待 或者说相对等待时间比较短的 刚才谈到了医疗资源的短缺 那么加拿大 你觉得从哪个方面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让医疗资源更多 还是医疗的分配有问题 这是我们在研究很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医疗的分配 我们知道有些地方医疗资源是短缺的 等待时间非常长 但是也存在有些地方医疗资源是过剩的 等待时间比较短 所以能不能从宏观的角度把它安排一下 这是我们在实际医院的运营上 做了很多这样的项目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Devi之前还跟我们聊过 她做这个 羊毛穿刺的经历 其实就讲这个 所谓资源因为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更有效运用资源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我真的是在享受本地医疗服务的时候 真的是120分的满意 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到120分 比如说90分其实是不是也很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open question 可能每个人答案不一样 因为我女儿跟我儿子 他们在卑诗儿童医院出生 享受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好 比如说别说那个是一个人的病房 两个人的病房 depends on你的这个运气之外 还有那个整个儿童医院里面 比如说产妇会用到的所有的这个卫生巾啊 孩子的尿布啊奶粉啊 还有吃的东西等等 其实全部都是一应俱全的 你不用花任何的钱 你可以随时的这个取用 这真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大家不要想到 当你享受这么高等的这个资源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纳税人他必须要累积 要贡献的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solution 我不知道 至少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知道那个生产的时候 他是给你 没错你是有一些基本的 这个所谓user fee 是要付出的 然后他也会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 但是不是随时可取随时可拿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里就是你走进医院之后 你基本上所有享有的医疗耗材 是随时可取随时可拿 那随时可取随时可拿 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需要 我不知道 我去做羊膜穿刺的时候 另外一个小细节 我很惊讶的是 我们必须要换衣服嘛 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提袋 换衣服我提袋就带走 那我只是想说这个应该也要钱吧 我应该不太需要特别装我的衣服 因为这个提袋不能给别人用了 因为他也怕有细菌的问题 所以他装过我的外衣之后 他直接就送给你了 但那是一个挺好的提袋 所有这些医疗方面的这种物品都很贵 而且所以每年省政府的医疗开销里边 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医疗了 省政府的财政 最大一部分 百分之四十是用在我们医疗 这都是来自我们所有的纳税人的钱了 对啊我们交了好多钱给政府 其实将近一半都是进了医疗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 就是我们等的时间很长 但是一旦轮到你的时候 你发现你受到的照顾 是非常全方位的 说不出什么来 因为我在这边也有生孩子的经历 我们在那边的时候 故事可以说对你的照顾 还有那种真切的那种对你的欢心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